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最多人会问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像毛孩一般都会有异味性皮肤炎 不管是猫或者是狗其实都会有 狗狗的几率其实比猫咪大 为什么会有异味性皮肤炎 其实它是一种免疫力方面的问题 它的免疫细胞会去攻击它正常的细胞 所以这叫自体免疫方面的疾病 第一点饮食导致它过敏 第二个就是环境 台湾是属于亚热带容易潮湿闷热的海岛型气候 太湿是不行的 所以除湿机24小时基本上都要开 冬天的时候会用暖气 湿度会比较刚好 因为那温度上升湿度就会被消耗掉 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做一件事 很多人会去用什么加湿器放水 然后会喷雾式的那种 其实都非常的不适合台湾 台湾本身就已经够湿了 非常容易就是诱发这个过敏 那相分类还有也不建议的原因 就是因为毛孩们 他们自己味觉跟嗅觉的敏锐度 其实是超级高的 然后还有一些接触性的过敏源 例如说是可能你的洗剂 布置的家具啊 窗帘啊 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层满 出去外面草地滚滚之类的 也会有一些寄生虫 所以其实异味性皮肤炎非常难确诊 也非常难找出正确的原因 你可能需要做一些鞋检 测它的过敏源到底是什么 然后才能尽量避免接触 那一般医学上呢 不外乎大概几种方法 标签很长也很花时间 会造成依赖性 有效害不能百分百去除 比较堵而且容易有一些副作用 那毕竟毛孩的整个器官什么都是比人类小很多 所以以我的角度来说呢 我会建议大家用自然的一些疗法 东方跟西方的中草药医学上 都有在使用的一个东西 就叫做微极化的姜黄素 姜黄跟姜黄素是不一样的 姜黄素是经过萃取的 把有效的成分从姜黄中萃取出来 需要一大堆的姜黄或姜黄粉 才能萃取出很稀少的一个姜黄素 所以姜黄素本身是非常昂贵 那姜黄素跟微极化姜黄素又有什么差别呢 就在于吸收率 生物的吸收率 一般的姜黄素是登登没有用的 因为它的吸收效率是非常差 必须采用特殊的技术来做包裹 也就是微极化把它包裹在外层 它才能有效的被我们生物体所吸收 那有吸收才会有效 你吃不进去当然就没效 会复发就是因为身体一直在发炎 那姜黄素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抗发炎的一个物质 免疫力只要调控好呢 基本上这些状况就会有效的一个减缓 而且复发的几率就会很低 那可以把它添加在它平常的饮食当中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 在这里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那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爱宝 宠物保健专家 关心您家毛宝贝的健康